周錫瑋宣布不選新北市長 國民黨的秘書長金普聰 他從禮拜天晚上開始 六度致電給副縣長李四川 希望可以聯絡到縣長 但是都沒有成功 據了解前天晚間金普聰又兩度 透過了副縣長希望跟周錫瑋聯繫 還是遭到了婉拒 周錫瑋告訴有人 他說他兩次跟金普聰談過 不久都有人放出了這個 李應只有兩人知道的 所以外界不應該得知的內容 既然都已經宣布棄選了 再有類似的情形反而是越講越不好 至於馬英九總統在昨天 終於跟周錫瑋通電 據了解馬總統對周錫瑋很感動 對他所受的委屈也感到非常捨不得 認為周錫瑋他樹立了一個政治家的風範 而周錫瑋則是請總統別為他的出路煩心 馬總統也承諾說好 請你改變 太短了 看